华联市长魏家贤率团访日 一行八人搭机到福岗再转机到冲绳县 10月6号前往姐妹市宇纳国丁 魏家贤表示这次应丁长之邀约 特地来到宇纳国丁参加替蒙姐妹市 40周年的植树纪念活动 至于华联市10月28号也将在中流公园 举办装置艺术约定的节目仪式 象征两世坚定不移的情谊 华联市长魏家贤率团访日 一行八人搭机到福岗再转机到冲绳县 10月6号前往了姐妹市宇纳国庭 参加蒂蒙姐妹市40周年植树纪念活动 这次华联市公所团队也到宇纳国后 我们也即将要去跟宇纳国40周年的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活动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国际城市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受邀前往 那也希望在前往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能够一路顺利 那未来也会持续跟宇纳国 还有姐妹市的部分 持续保持密切的合作跟交流 那我们期盼 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民间交流 也能够恢复正常 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 都能够来宇纳国或来到花莲 来做相关的参访交流跟教育 还有经济方面的合作 魏嘉贤强调两座城市 历经40年洗手相伴很不容易 尤其最近几年受疫情影响 各国都采行边境管制 如今可以面对面互相问好 内心非常感动 也期盼在后疫情时期 城市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而花莲市在10月28号 也会在中流公园举办 装置艺术约定的节目仪式 象征两世坚定不移的情谊 介入也会欢迎市报道